LIMON 林夢 好多場戲其實都非常 對我來說其實都覺得很難 那我覺得這個人呢 其實很像他的名字一樣 就是 有一些人很想要 接近他 很想要 靠近但是 沒有人能夠真正擁有 包括我覺得對林夢自己來說都是 我覺得他困難的地方在於 他就是一個虛虛實實的人 因為他活在 每一個人的嘴巴裡面 他活在 每一個人各自的視角裡面 因此呢 多少都帶了一點 加油添醋 或許是避重就輕 所以到底哪一個 林夢才是真正的林夢 真的要到最後才會知道 所以在過程中 表演這些不同的林夢 是蠻有挑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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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這部戲真的讓我 進步了非常多 因為每次在拍戲之前 導演都會很認真很認真的 跟我們講解這場戲的 要怎麼演啊或者是 要用什麼感情 對我覺得 收穫非常多 盯著 來看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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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我去聞 林夢身體的那一場戲 就是從來沒有 這麼近距離接觸一個女生 而且還是 是我的偶像 所以就 那時候就非常害羞 但是 唐唐姐 之後也跟我說 沒關係 你就 放開來一點 就好了 對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戲 好 好 好像要走 其實真的太好交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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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我們 這部戲有一些動作戲 動作戲 我們都有先去 就是我們武術指導 四號的工作室那邊 訓練 幾乎每一場都訓練過了 就是小智可能跟全身的 一些對打 還有什麼 不要打 這邊穿 這邊都開過來了 你知道嗎 來 比較大的是 有一場要抓兇手 類似像 跑酷 就是在路上一直跑 一直跑 我覺得我們去現場練習 大概知道會遇到哪些困難 用跳的不要衝 用跳的 會喔 用跳的我也是 我比較衝 你可以不要衝 好 那我用跨了 那因為現場也有拍攝時速的壓力 所以在現場你可能 最後你必須要找一個解決辦法 因為太陽要升起來了 那你可能就要想 好 那我們後面可能把它改掉 變成怎樣 但都是體力活 所以在體力上真的是蠻累的這樣 好 開喔 我看一下 感覺好像直線的 進度比較好 好 開喔 拜拜 辛苦了 拜拜